不管你有多少钱 不管你有多大的权 最后每个人都会离开这个世界 我也不例外 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想如果有一天 我快要离开了这个世界了 而且我的意识非常清楚 我还能用语言表达 那我一定告诉身边的亲人 你们不要过度的抢救 给我身上垃圾到处都是口子 插些个管子 就让我安详的走就可以了 不用穿什么这个那个 就我平时喜欢穿什么 就穿上就行 我动不了 你们不要找孩子们过来 在伺候我 我不想去占用别人的时间 人到最后你动不了的时候 会很脏 床上吃床上拉 我这一生给所有人留下的印象 就是挺干净 挺利数个老头 我不想在离开世界 那个时候 破坏了我这一生的形象 那只有我老伴 他照顾我就行了 因为我曾经照顾过他 别人我真的不想麻烦 就哪怕是自己的孩子 如果我离开了这个世界 到了火葬场 我就告诉我家的孩子 我会提前说 你们送我的时候 只有你们三个人去就行了 因为人死了以后 那还有个好模样 还能怎么好看 让别人瞅着我那么狼狈 我真的不希望 我告诉我家的孩子 我离开世界以后 你们别哭 哭也没有用 何况我都八十多了 你们也不一定真的能哭出来 没有眼泪 硬磨磨磨磨磨 那个滋味也挺不好受的 我死了以后 你们不用弄个棺材 把我埋上 不管你埋到哪 哪天一着开发商 一盖房子 把我又抠出来了 哎呦 何必你 也不用装那个小匣子的 以后的儿子们 替我交钱 保存 儿子们再过多少年以后 不在了 你不是给孙子添麻烦吗 你就把我那骨灰 撒到牡丹江 大江里边去 白天人家不让 你等天黑 站在那江桥上 往里头一撒 多好 我就想啊 我活着 我愿意旅游啊 如果我死了 我那个骨灰 从牡丹江流向松花江 从松花江 它又流到了黑龙江 从黑龙江最后流到大海 哎呀 我又旅游一趟 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想想人活在世界上一辈子 不就是这么一回事吗 我们活着的时候 这个那个有什么用 等我们离开这个世界 再过一百年 你生活过 所有的痕迹全没了 谁还知道你曾经来过 想想这些 我挺释然的 我对我今天 活到82岁 我身体这么好 我感觉到知足 我还能在那个抖音上发视频 就要结交了这么多的朋友 我感到高兴 我真诚地在这里 跟所有的朋友们说一声 我这一辈子活得 值得 不管你有多少钱 不管 我没有多少钱 我看我